原本預計要打造成為 第二位寶兒 薛恩亞歷經快三年多的 練習生生活 還差點以2Anyone成員出道 嗨 歡迎來到 Teaper推播 我是Demi 你們知道 現在線上的韓國演員 其實很多曾經都是 偶像練習生嗎 甚至有的還出道過 我們今天就盤點了 10位曾經是偶像練習生的 韓國演員 裡面有一位啊 真的讓我超震驚 如果你們也喜歡 你們可以開玩音樂 偶像 戲劇 傳達及美妝 歡迎到右下角訂閱我們 並開啟小鈴鐺 最後別忘記追蹤我們 推一波IG及臉書社團唷 第一個 安笑謝 最近在社內相親裡面 可是人氣大爆棚 現霸氣總裁江泰武 他的魅力實在讓 許多女孩都深陷到不行 這樣耀眼的歐巴 曾經可是一位練習生 他在七歲的時候 全家移民到加拿大 直到17歲被JYPE星探發現後 回到韓國當了三年的練習生 和GOT7的成員一起受訓過 是GOT7的出道備選成員 不過最後因為187的身高 比其他人高出太多 而沒有被選上 沒能出道後離開了公司 後來加入現在的經紀公司 漢國時陽 宋元席 全杜軍組成限定演員男團 101 最後以演員的身份再次出道 演技好 長得帥之外 還能唱 能跳 又會拉小提琴 彈鋼琴怎麼可以這麼全能啊 有趣 謝謝 對 第二個 薛仁雅 提到社內相親 還有一位討論度超高 超美的女兒薛仁雅 她也曾經當過練習生 真的 太多了 她在國二時 進入一家娛樂公司 成為偶像練習生 本身懷抱著演員夢 但是她聽了公司的建議 先從歌手再轉戰當演員 會比較容易接到戲 而她就在高三即將考高考時 面世了首爾藝術大學表演戲 最後成功被錄取 順勢的朝著演員的夢想前進 薛仁雅歷經快三年多的練習生生活 雖然沒能以偶像出道 但是她也表示 過去練習生的各種訓練 對她的演藝生涯有很多的幫助 看看我們倫雅彈吉他唱歌時有多鮮 反轉魅力超強的她真的要推一下 她在跑男裡面大秀的舞蹈實力 不愧是當過練習生的演員呀 她唱歌真的 那個畫面真的太美了 第三個李中碩 今年才剛退伍的李中碩 最近以黑化律師作為復出代表作 我認識了很久的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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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劇中碩也很努力的 不過你們看過這樣騷手弄姿的 中碩歐巴嗎 想不到吧 李中碩他過去也是一位練習生來著 他曾經是男團Rio 的盲內 還是團裡的Rap 擔當 那時他當了三個月時間的練習生 後來發現自己似乎不太適合當偶像 才放棄了出道 而轉戰到模特兒演員的跑道 不少好看的韓劇 像是聽見你的聲音 當你沉睡時 皮諾修等 都讓李中碩的人氣不斷上升 如今也成為亞洲人氣男神之一啦 我蠻難想像 就是李中碩以前是Rap 擔當欸 第四個 普信惠 有在Follow 普信惠的肯定都知道 他有五到十例可是超級厲害 除了他的好天分外 他曾經也是歌手 李承煥經紀公司的練習生 從小就受過嚴格的訓練 那時他還是位國小生 因為去照相館拍照時意外被李承煥向中 練習一段時間後 原本預計要打造成為第二位寶兒 但卻因為公司覺得唱歌實力差強人意 而沒能進去 不過歐逆的歌聲還是很好聽的 好家在後來經紀公司看準他演戲方面的天分 讓他往演員發展 才讓大家有原來是美男 繼承者們等好看的韓劇可以狂課 是因為做了這一集我才知道他超會跳 第五個 普寶劍 演戲精湛的寶劍 想不到他一開始也是以歌手練習生出道 聽過 普寶劍曾在一次訪問中說到 從小的時候就很喜歡在大家面前彈鋼琴唱歌 一直有歌手夢的他 當時寄了自彈自唱的影片給各大經紀公司 會這麼積極也是因為當時家境不好 想要盡快的有目標去努力 在眾多公司中 最後選擇現在所屬的娛樂公司 雖然是以歌手練習生簽約 但隨著後續發展 發現他作為演員更有可塑性 於是他就在公司的建議下以演員出道 除了是大家喜歡的韓劇男神外 胡寶劍仍然沒有放棄音樂夢 每一年都會推出幾首單曲 還發行過日語專輯喔 不管是唱歌還是演戲的寶劍 相信大家什麼角色定位 你們都還是愛到不行的吧 第六個 徐璇鎮 徐璇鎮當過練習生的事 應該蠻多人聽說過的 他在高一時被SM星看向眾 進到SM娛樂當歌手練習生 16歲的時候 他與女團Milk出道 在隊裡面擔任主唱 但是活動了一年 團體就被解散 他後來也成為 少女時代的預備成員 他就照清秀的樣子 還有網友說他神似太妍 Erin 後來徐璇鎮參加音樂劇 真善美後 就決定離開SM 轉為演員之路 說到10年才以電視劇 又是吳海音 徹底打開知名度 現在也是大家公論的 浪漫愛情劇女王啦 由此可見 李秀滿他真的很會挑人耶 都能挑到像那種長相的女生 第七個 劉盈娜 說到劉盈娜 你會想到哪部劇 從人顯皇后的男人 鬼怪到觸及真心等 每一部作品都讓人印象深刻 看似演員之路順遂的他 其實早在17歲的時候 是一位練習生 累積長達11年的練習生生活 中間還不斷輾轉於不同經紀公司 而每次身旁的練習生 都不停的被更換淘汰 讓他的出道之日不斷延起 我這麼誇張嗎 中間還在差點 知名四人女團出道 卻無疾而終 但對當藝人始終沒有放棄了她 幸好最後在2009年出演 穿透屋頂的High Kick 以演員身份正式出道了 大器完成的劉盈娜 沒有放棄一路走到現在 如今演員之路也越來越走花路 實在太替Oni開心了 我都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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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個 李和妮 我真的要去 我真的要去 你 你 飾演韓劇雙重人生 而討論度活樂的他 除了是首爾大學國樂系 畢業的高材生外 還曾經當過YG娛樂的練習生 與2Any1的Dara 普稱是同期練習生 還差點以2Any1成員出道 據說她當時進入YG的契機 是因為好有金太希的建議 Oh my new way 不過身材假好的李和妮 後來去選韓國小姐 拿下冠軍後就直接出道 2009年以韓劇夥伴們 進入戲劇圈 對她在搞笑電影《雞不可思》裡 男人婆素顏的有趣模樣 實在難忘 雖然沒有以偶像出道 但是李和妮的唱歌實力 可是相當厲害 你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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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個 柳珍 很多人因為韓劇上流戰爭而認識她 其實她可是韓國第一代女團 SES的成員 紅紅的香氣 採用心理想知道的你也是你 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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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0年後到2000年 人氣非常的高 柳珍17歲的時候 因為追星HOT 而恰巧被李秀滿看中 邀請她回韓國參加選秀 時隔5個月就以SES成員出道 是90年代相當成功的女團 也有到台灣宣傳過 當年被封為原祖女團女生 甚至被韓國民眾選為 另一代女團最美門面 原來是SM的一代是 宇晟先生 SES 宇晟先生 團體成軍5年解散後 劉珍轉戰戲劇圈 演過的最後之舞 美妙人生 都創下好神經 她的身材真的超級浪 SES是一個非常早期的女團大前輩 你們應該很多都還沒有出生吧 我真的不看過 喔 你差了嗎 重點她真的到現在還超正 韓國的靈魂索的那裡放下 第10個 金明仔 從浪漫醫生金師傅1到2 完全鞏固了她的演員地位 我以為 有點微妙一點 距離感變了 在成為演員之前 金明仔其實是一位歌手練習生 她曾經在CJEMM 當過4年的練習生 2015年以RealBeat 外號參加 Show Me The Money 4 節目挑戰自己 喜歡音樂她有著歌手夢 不過自從接觸了演技客 發現當演員能盡情表露情感 在角色中感到有趣 因此而走上了演員之路 我沒有想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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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2015年出演 第二個20歲 還成為當年的大勢猩猩之一 我沒有想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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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明仔除了Rap 唱歌 彈琴和舞蹈實力 也是超級厲害 冰添添加 因為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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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才得以 又有顏值的歐巴 實在很難不被圈粉吧 最後呢 BONUS要來和大家分享 快死定言的姐姐 孔軒言 之前也是SM娛樂的練習生 她原本是FX的候選出道成員之一 但她最後轉戰為演員啦 說實話 當藝人真的蠻不容易的 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啊 才可以在這個圈子闖出一片天 但我覺得其實有時候也是靠怨氣的 我覺得這是事實 運氣真的很 我覺得現在有太多太有實力 但是他們運氣就是不好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紅不起來 演藝圈很吃天食地利人好 真的 欸你們不覺得 如果這些很厲害的演員啊 他們如果做一個合作的限定舞台 可以超酷 光現在想到我就覺得畫面 把我們之前有做一集超會唱的演員 跟今天這一集 串在一起 這個舞台一定超屌 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我們之前介紹過一隻 超會唱歌的韓國演員 絕對保證讓你震驚到不行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今天有誰是令你最驚豔的呢 或者是還有誰也曾經當過練習生 你想跟我們分享的咧 都歡迎到影片下方留言處 他們討論留言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從浪漫幹嘛啦 好故意啦 因為你剛剛被我打完三次 我覺得超好笑 閉嘴 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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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